日本一名从事医疗工作的女性 在接种辉瑞疫苗后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包括了咳嗽、呼吸急促、眼皮肿胀、全身发痒 这也是日本4万多人打疫苗后出现的手艺个案 由于不良事件和死亡的事件频传 让不少民众也对于接种疫苗产生了疑虑 台湾的医师表示 整理世界各地目前有的疫苗资讯 强调打疫苗副作用是必然的 另外对于外界担心意大利出手阻止AZ疫苗出口 会不会影响到我国的供货时程 指挥官陈时中则回应会尽量避免 未来强迫我认为会逐渐减缓 不过这半年我相信都还是非常紧迫的 出席国际妇女节活动 指挥官陈时中不会沿疫苗争夺战 短时间内无法消停 但眼看欧盟和意大利出手阻止 25万剂抑制的AZ疫苗出口到澳洲 让外界担心会不会影响疫苗来台的后续时程 除了担忧疫苗抵台进度 民众更对副作用难免有所疑虑 日本也有一名30多岁从事医疗工作的女子 在打完辉瑞BNT疫苗5分钟之后 突然出现呼吸急促 甚至全身发痒 这也是日本在替4万多名民众 接种新冠疫苗出现首例严重过敏反应个案 我国也有医师整理世界各地研发的疫苗资讯 包含我国已经买到的AZ疫苗和莫德纳疫苗 以及努力接洽中的辉瑞和叫声疫苗 成员目前都没有保护力低于60%以下的疫苗 就算有副作用也是必然的 指挥官陈时中也对民众信心喊话 民众不用去担心 打了疫苗一定会有反应 那这些都是反应的一种 给这些相关的药物 那我觉得这要谨慎 认为发症痛节热的药物还是要谨慎 面对世卫反对欧盟推疫苗护照 陈时中已有一样看法 同时存在的病毒会不会有高传染力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讲说没有传染力 对台湾的风险是高的 短时间还不会考虑 但也不排除未来会根据科学证据 再决定是否推行 就好像这谷啊 太不妥了